演戏有喜怒哀怒 但是人生有它,就必定喜怒 人生万变,但是有耶稣的爱,就永远不变 他们以前的脾气非常暴躁 我到那时很粗口,是这样骂,骂了那时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跟老公爭脾气,如果他是没道理的,我起码15天不理他 不懂得怎样跟子女相处 我说妈妈,我肚子饿,想吃东西 他有时心烦,说你自己那么辣,你自己不懂得做 你都这么大过了,还叫妈妈煮 我的女儿就特别反叛 从小到大,他有什么不对,我都是骂他,骂他 有时会打他 但今天,他们决定重新来过 我叫人家回来了 我回来了,我没死 我死了,你还有一个女儿 当时我不骂他 以前孩子一叫我,我都叫他别吵我,别吵我 你要找谁搞定 但我现在要求什么都是我自己搞定 是否神给我另外一个考验和机会呢 墨西哥和美国南部接洋 是拉丁美洲22个国家之一 首都墨西哥城 是一座融合了现代化面貌和人民历史的都市 新穎的高楼大厦和古典的标志建筑,祸害共存 在市中心的独立纪念柱 是为了庆祝墨西哥独立100周年而建成的 在顶端金色的胜利女神 代表持续了11年漫长而有艰苦的斗争之后 终于是得到胜利 其实在墨西哥,另一种同样漫长而有艰苦的历程 就是华人的移民之路 阮兆一在1988年移民墨西哥 而陈类之遥就在2008年才来到这里 虽然时间相差了20年 但是试验的过程就同样这么辛苦 我一直都没有想过来墨西哥 我爸爸妈妈和我弟弟都来了 然后一个月之后,我是我先生 喜欢出来看看有什么出路 我老公出来墨西哥之后一年多 申请我和我弟弟带我儿子出来 我和我两个妹妹,我先生,我爸爸妈妈 都有很多个人,四五六个人 我们都在我叔的咖啡罐那里 全家人都在那里帮他忙 然后我来到第十零人,我就去出世了 然后我也是在那里照儿子 我那时候不是住在墨京 我就是在墨边、下面 看到那些建筑物、其他各方面 很多都不想在那里 都是想回中国 我们全家人,整天在餐馆那里帮忙 待遇就没什么 按当时墨西哥的工价来 给我两个妹妹,我妈和我没钱 我老公就要来这里和他做泥水 因为他那时候买了一家屋 他要装修 我老公就去那里做 做到整理十字兽字气势抛 但是你既然七到雷 那你没办法马上回到中国 哪个都要七到雷 都不认为他这么坏 都在那里努力一下,博一下 几个月之后 我爸爸妈妈他们也不习惯 不习惯就想回家 后来在一个有心人的帮助下 帮我们在香港买机票 因为我有个外婆在香港 我外婆帮我们付钱 帮我妈妈他们 付钱买机票 那我爸爸妈妈和两个妹妹 就这样回到中国了 然后我剩下在这里 第二个城市 为了努力改善生活条件 少一搬到另一个省工作 而阿瑶就从小镇搬到墨西哥城 并且申请她弟弟移民出国 但是想不到生活突然发生巨变 她弟弟患了重病 她又同时背负了一笔巨债 我弟弟咬完之间 就得了一场病 发烧发烧 明天说 姐姐你可不可以帮我订机票回中国 我说好 那又是星期天 星期日 打算和他订机票星期二回去 那个医生说不好 在这里检查 一检查 那时就说他在这里做了搜索 那一做了搜索 那时就说我弟弟很严重 从来都没有病过 就和那一刻 那时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又不敢打电话回来和我爸爸说 最佳性在工作上 欠了一笔债 那笔债的供额也不算少 正说七八十万 两件事额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真的回来睡又睡不着 吃又吃不到 回去上班 那时没法治 但是又想到 你初来抹小时 虽然是那么困难 你不去上班 变成没有饭 那时我女儿又读书 她儿子又读书 加上我老公都做过一份工 工资不算高 又要住屋又要吃饭 那你必须要去做 巨大的压力 令到阿瑶变得十分暴躁 她的性格本来就是火爆 而在中国工作的时候 曾经和主管吵架 今次在墨西哥 她甚至和餐厅的同事大打出手 因为那些西门不太行 我叫她做她又不做 叫她去哪里抹 这里她不抹 不抹 捏着那个茶盘 都被茶出来 那里扔到地 扔不到 后来我老大跟着 做什么 阿瑶你做什么 我当时很老 当时很老 我老大叫我抹好心停 你不要跟她打 我这些是没办法解释 也没办法去控制 我人的本性 叫江山二轨本性难以 我的脾气是这样的 老大说你帮我轨 看我轨不轨到 我在中国那时 都试过跟我上司 都是这样闹 那些东西都定了轨 那时都是做一做我 现在大雨事发生 在墨西哥 我真的轨不到 少一和阿瑶相似的地方 就是她的脾气都很差 她在93年回来墨西哥 和丈夫开过餐馆 打过工 后来又经营咖啡店 忙碌的生活 令少一忽略了家庭 尤其是疏忽了对子女的管教 我以前做餐馆的 很忙的 我自己做完 妈妈 我又做什么 走开走开 你去叫我哪个 不要阻止我做事 自己真是很没时间来照顾自己的小孩 有时都拖累了她 我儿子一样都可以的 我女儿就特别反叛 从小到大 她有什么不对的 我都是骂她的 骂她的 有时会打她的 可能她一直就不喜欢我 我们还有咖啡馆 有一次我发觉她 周围和服务员说 她有个男朋友 又是叫什么名字 在哪里 又怎样 很多东西都敢说 我就问她 她说不是 她说没有 如果你喜欢男孩子 你不如回到中国去结婚 她说我不可以 我担心你在这里 认识到那些男孩子 骗了你 骗了你 都不知道 你回到中国 正正经意问中国人 如何负责任 所以我就带她回去 我认识了现在的老公 认识了她老公 然后就把她老公扮过来 然后就有了孩子 就生了现在我这个孙子 我不知道她两夫妻 是怎样相似 我很少见她们 但有时我都会叫她们 一起出来吃饭 或者去哪里 去找她两夫妻和儿子去 我发觉她老公 一句话都不说 我就问她 你两夫妻如何生过 在我家 好像听见 都没有听见你老公跟你聊天 她说她是这样的 她就是这样和我说 直到儿子有两岁 发生了变化 我女儿在外面认识了人 认识了人 可能不想要老公 人儿子又不理 我便去找女儿 问她如何 我女儿说她是神经的 只有一句话 她不说理由 她是神经的 我问你有没有在外面出的人 她说是 她是神经的 后来就不回家 当时不单止她女儿的婚姻有问题 她自己的婚姻也出现危机 那时我老公很难倒 所以经常跟我吵架很难倒 喝醉酒会赶我们走 有一次我儿子说我们走了 她说妈妈我不住这里了 她说你住在你自己的家 她都赶我们走 我们自己出去租屋住 我说这样不行 她说不行 如果你不去我就自己去 一天就跟我去 我跟了儿子去 住了三年 然后我儿子去了中国读书 一家四分五裂 少一的心里面 其实很迷茫 而好朋友叶太 就一直鼓励她去教会 我常听叶太说这么多 在教会上罵 多些朋友 可以聊天 有什么事可以帮助你 有时我有空想想 看看我什么时候喜欢去 看看我什么时候有个冲动去 有一天 一星期日我在家还没起床 那时醒了 我说妈妈真的好像今天要起床 搞大卫生 每天都是这么 每个礼拜天都很沉闷 不如我去教会看看 自己想想 没有说 想了之后跟叶太说电话 我突然想去教会 下个礼拜去好不好 她说好好啊 很开心 我跟了他约定了 我说你到时几点钟 在教会门后等我 我一个人不入店 我不知怎样 我不好意思入店 她说好 我等你 我说我去一次 如果去得開心我就繼續去 如果去得不敢說什麼我就不去 後來來了這裡第一次 我就喜歡了 她來到教會覺得好像回了一個大家庭 每個兄弟姐妹都對她這麼好 她就覺得很溫暖 她入到教會就覺得氣氛不同 不同我們去商場那裡 或者去哪個朋友家都不同 她一段時間跟我們學聖經那些 她就覺得她走對了 她找對了這個主 少一來到教會 被神的愛深深吸引 而阿瑤在最困難的時候 就同樣得到教會牧者的關懷和幫助 我弟弟就病了之後 牧師和師母去到醫院幫我弟弟祈求 我那時候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一點都不知道 真的言團都不知道 慢慢慢慢在這裡 我弟弟在醫院住了半年 牧師祈求一直都要跟上 都不理不協 用時間去到醫院幫我弟弟祈求 祈求 就去跟他祈禱 因為他都覺得很茫茫 弟弟病得這樣 幾次差不多死而翻身 所以就看到祈禱的能力 雖然我弟弟在一年之後 都離開了我 但是我在歸一年當中 我認識師母和牧師 他們和他們的同工會 和我聊天 那時候覺得我的壓力沒有那麼大 那段時間我覺得是一個到火線 是我舅父走了 但是媽媽雖然那時候脾氣差 都沒有以前那麼差 脾氣當中都會有些溫柔度 在和教會朋友的接觸裡面 阿瑤對信仰產生興趣 而正當他想去教會看看的時候 一個朋友在街上遇到他 我老闆之前那個人就遇到我 阿瑤你去教會嗎 所以我很暗言 好 我一會兒跟你去 我就拿著袋回去 我就跟他去 他說幾點幾點幾點 我就跟他去 一去到之後 覺得很平淡去到教會 覺得他的人很好 當時我沒有得猶豫 他問我你信不信 我說我信了 我來到這裡信 你考慮清楚 你想清楚 不是每個人都來信 我說我已經 你帶我入到這個大門口 那個腳入不入 是我決定 不是你決定 我既然我一腳立了入 我就決定信了 他說你對福音 明白嗎 我說明白 我可以慢慢了解慢慢學 不過師母和牧師以前 都跟我說過 就是在那一刻 我就決定 接著信仇之後 真的信仇之後 真的可以詭辯等我一生 求你 求你保護我的靈魂 求你保護我的靈魂 求你抑制我 受傷的心 主啊我身知你 別將我的將 衝望你拉出來 因我要吞心 捧扣你 因我要對你等候你 因此是你給我的寶貴印象 在信仇之後 邵一開始為自己的家庭討告 希望能夠重新建立一個完整的家 我跟主啊 我現在家庭狀況是這樣的 應該你也明白的 我最希望我的老公和兒子 可以和好 可以我們一家人重新住在一起 我就是這樣希望 這麼簡單就這樣求主 後來我見到我老公有改變 他不管餐館 但是他在外面開了另外一個生意 是落力在那裡做 我知道嘛 我兒子回到中國之後 我回去跟老公住 就跟他說 如果你做事 如果你真的在外面做事 我就回來和你住 如果你不像以前 我真的有寧願一個人的 這樣跟他說 後來一直這樣住 兒子那時候不叫他爸爸 就是很討厭他 後來去了中國 讀書年半回來 都爸爸爸爸地叫他 亦都可以接受 和我們一起住 我弟弟和老公都經常說我中圍的 說我甚麼都不說 其實他沒有東西令到你罵他 說他 其實拿東西在那裡剪一下 又不會弄到你家裡 搞亂他 待會叫他收拾他 他自己又收拾他 那些是垃圾 不要的 你收拾垃圾 他又收拾 有時不收拾我收拾 那些小孩都是這樣 他說我小孩要甚麼 我每天都給他 我說有可能要 有可能給他 就給他 沒有可能 那就是沒有辦法 他是放了很多精力在他的孫子上 怎樣呢 沒有做他 他希望成為一個 更可以聽話 又對社會有益的人 我想是他現在 可以說是從生 做過媽媽的孫子身上 他一定要孫子學好 所以他就帶他去教會 等他和那些小朋友活動 畫畫、唱歌 我自己的心想 我的女兒是這樣 但是她又留下一個兒子給我 是不是神 給我另外一個考驗 或者一個機會 是嗎 讓我從生學做媽媽 以前我不會學做媽媽 但是我都會祈禱 我不是很會祈禱 我都希望有一天 我的女兒會知道錯 回家 我都希望總有一天會回來 其實都不知道會不會 但是我們都應該相信主 透過祈禱和學習聖經 少一慢慢明白到 要用愛和耐心 你都教導她的孫子 而阿妖呢 就同樣因為祈禱 可以平靜地面對兒子的失蹤 我兒子的時候 都五折 那天他就從父子裡回來 回來 他就叫我賣到的東西 就說給他下去 過日都五折 那個老闆到了二十萬 他就打電話給我 你兒子沒有回來 當時那一刻我不怕 我老公就怕 他說 為甚麼 兒子沒有落 那時撐到電話 我自己都很怕 很怕 為甚麼會見不見了 這麼大個人 而且懂得說 又沒有什麼 勒索 什麼電話 因為在墨西哥 你都知道勒索 這些經常有 人會害怕 那時我很怕 那時我記得 我都要發脾氣 後來我見到媽媽 見到她好像 有一點點不開心 但我覺得她情緒 不會很波動 我在想 為甚麼會這樣 不是通常會很擔心 發脾氣 我女兒在哭 她說媽媽 為甚麼你不哭 我老公也哭 我說我不哭 我說我知道 我兒子會回來 不過是時間問題 那時真的我很有精神 我還可以堅持上班 為甚麼呢 因為我和他兒子 已經不上班 做不到事 我需要的是工作 我需要的是 我沒有工作 我就是沒有飯 我回去上班 那時 我都期待 很大的壓力 在上班工作 很大的壓力 那時 我都想 你一定 會幫到我的兒子 我們看到她自己的信心 當中 我們差不多 跟她一起出去 那個扶仔去找 開車 因為他們沒有車 在十四天之後 真的被我們祈求 大兄姊妹幫我祈求 我兒子忽然發了一個訊息 我看到那時我很開心 我真的很開心 我當時說感激主 真的感激主 我自己祈求感激主 那一刻我就哭 為甚麼 我是很開心的哭 我已經讓我兒子回來了 耶穌真的幫我了 她說回來那天 我將兩軍服坐在這裡等她 等她回來了 她回來了之後 她身上的衣服 就是穿了一套衣服 就穿了一套衣服 她一開門回來 我兒子怎麼回答我 真的 她就這樣回答我 我兒子回來了 她說 我回來了 我沒死 我死了 你還有一個女兒 哇 當時她趕緊進房間 當時我不罵她 我真的 我神人 你真的要賜我智慧 使給我力量 我立刻擔當她坐在她面前 兒子 你不可以這樣跟媽媽說 你知不知道媽媽多擔心你 你不可以這樣說 你沒死 還有姐姐 不可以這樣說 媽媽一人都關心你 擔心你 你知不知道 我便跟我兒子說 和溫慧她 在跟我兒子說了半小時之後 我便問她 你餓不餓 我吃點藥 你吃吧 當時我兒子很感動 知道媽媽 我回來了她有一個家 有一個愛 她很有智慧地處理這件事 不像以前那樣 做錯事就罵 就說你發脾氣 我覺得耶穌給了愛 給了平安 給了智慧 給了力量 現在少一和丈夫和兒子一起經營雜貨店 而阿瑤幫了一間玩具百貨公司打工 在工作裡 他們仍然遇到很多挑戰 但他們處理的方法已經很不同了 雖然有壓力 以本照以前我也是罵那些麥犀的人 但不是現在 變成叫他來做不做 我就立刻祈求 說主人你真的要幫我 這個人不聽話 你真的不要讓我去罵他 你贈任 提醒我 時時都激勵我 不要做回以前 要讓我在那邊 現在 我和麥犀的人交流 用笑容這樣去面對 和他們溝通 三個月前 我開車載了整車貨 我和老公和兒子一起 那天我開車載了 開車載了 突然間在街上公口 有人被槍指示我 要我下車 但那個人我認識 以前和我們做過事 我就叫他 隔著窗門 我說 做什麽事 人家這樣叫他 快點下車 又粗口罵 我就不理睬他 又塞著車 又不能動 又不能走 有人被摩托車載了 那時我立刻祈禱 我發生這樣的事 有人指示我 希望你快點叫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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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沒有我辦法 我又不開門 又不理他 我的車又不能動 他真的走了 這些又我一次神的恩典 他又保守了我 不單止他們兩個 甚至我自己 都是一樣 我想是經歷到神的實在 那個愛 以至沒有後悔到 信耶穌不會說 我那天心情很壞 所以我信耶穌 不會 重大一點的風雨來到 或者一些 trials來到 他們都不會 沒有那麼容易跌倒 或者跌倒也好 他們都可以起一生 神你信實奇妙 時事看顧 心知道我你每日睡天 神你信實奇妙 何得光復 我心快樂眾贊你 每日早上起床 我都想著 今天我有什麼事做 我有要跟神說 都希望祂做了是祂喜歡的事 我覺得祂耶穌在身邊 一直扶持到我 我真是多謝祂 多謝我們的天父 在人生路上 總會遇到一些 看來沒有辦法解決的難題 少一的女兒已經離家五個月 而阿瑤呢 就仍然背負著沉重的債務 但是因為對神有單純而堅挺的信心 少一用愛來教導祂的孫 而阿瑤呢 就用溫柔去面對壓力 他們兩個都學習 重新做個好媽媽 如果你想更多認識 這位改變少一和阿瑤的神 歡迎致電《恩與生命熱線》 或者登入《恩與之稱》的網頁 和我們聯絡 我們很樂意和你分享基督信仰 冤神赐福你 求你依止我受傷的心 祝我我身至你別將我的腳 祝我你拉出來 因我要吞心抱抱你 因我要對你等候你 因這是你給我的寶貴音訊 作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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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